自从指挥中心下达三纪令之后 旅游业掀起了退团潮 后续是否会再先导电潮值得关注 记者实际走访 以往是向来受到国际旅客们喜爱的景点 台北迪化街 现在店家表示生意真的差很多 邀请国人要来迪化街来走逛 而观光局也说了 现在只要打满三纪 还是鼓励国人来参加国旅团 即便现在疫情来搅局 但是经济不能停 店家判不到外国游客转向国人招手 因为这生意实在差很多 大道城敌化商圈 从疫情爆发以来 外国游客进不来 整条街恢复了平静 只有周末期间人潮才会显现 虽然在疫情来搅局 但是经济不能停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迪化街头少了很多国际游客的连孔 那么包含坐落在南北货商圈的 迪化街中心的 峡海城隍庙 同样也看不到国外游客 那么加东部观光局表示了 只要你打好三纪 打好打满的话 还是欢迎国人 到台湾地区各地来旅游 提振一下我们的旅游经济 其实你打完第三纪 有完整的保护力 其实去出游都是没有问题的 观光局表示 国旅券使用率推估到七成左右 其余还没有使用的部分 四月底到期将不再展延 转为特色旅游 但指挥中心三纪令来得仓促 投给旅游界的震撼 但观光局也无奈 三纪令它虽然事前是很怎么讲 很冲促很急忙 我们就姑且这样讲 但是后续话我们就跟着 在讨论之后 其实三纪令它有它的规范 就是不是完全说一定要打满三纪 那里面的话 有不特定人士跟特定人士 明天我要带一个立岛团 本来是将近20个人 结果这个禁令一出来以后 明天变成我带9个人 整个旅游它有成本的结构 人数不同会造成成本的负担 我想这个是我们现在 目前旅游业有苦说不出来 立委邱成远拿出观光局 统计的数字 从2019年外国旅客来台 以及国人国旅人次比较图 悲观的预测 2021年会持续的下滑 提出三诉求 协调业者跟旅客退费的事 以避免消费的纠纷 第二个 严理先知补助方案 避免旅行业者倒闭 甚至之前的这个相关的纾困贷款 是不是要来做进一步的相关的展延 或者是利息的补贴 在今年4月开始 急剧升温的疫情 让国内的旅游再度受到了波及 观光产业冲击一波接着一波 纾困条例展延到明年的6月30日 而在目前退团率达五成的情况之下 业者们的损失能不能撑过今年 恐怕是一个严峻挑战 人间卫视张云成正宗台北采访报道